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來跟各位做精闢分析的是 神魔之塔即將在18.3版本推出的 搖骨三族的新卡牌 那目前推出了三張的介紹 來跟各位來做精闢分析 那首先 今天來看到第一張卡牌 靈火 預生 四張 然後火屬性的龍族 主動技能潛龍突襲 CDC 消除所有附加效果 然後一回合內 隊長及戰友的攻擊力兩倍 那消除了效果越多 隊長及戰友的攻擊力提升越多 最大提升是六倍 那簡單來講這張卡牌我們可以把它 視作為龍族的一張 呃 清除附加效果的卡以外 那很適合是放在清規當中 因為清規它是隊長跟戰友的 呃 倍率基本上是會比較高的 所以我認為它是很適合放在清規當中 那 清除附加效果這一點 在龍族當中它就有絕對的存在地位了 所以就算沒有增傷 還是建議大家一定要入手 OK 那複製人的話 我就不用啦 複製人我就不用 那主要 主要是做附加效果的一個作用 那再來看這一張是 力火發點馬杜克 它是火屬性的神族 主動技能破兵零練 那CD6 那第一個 解除凍結符始的狀態 第二個 將目光暗符始轉化為 新強化符始 再來一回合內開技時 若廠商有附加效果 自身級 那個恩利兒的攻擊力3倍 那我 這張卡看起來其實我覺得還好 那它會 只轉新強化應該有特別的用意吧 我認為是不是可能配 恩利兒會有什麼特殊的特性 那主要你可以解 凍結符始這個狀態來講 呃 我覺得它是主要的功能啦 解 解盾卡基本上都很需要 不論是解什麼盾 我認為只要是解盾卡都很重要 齁 那可惜它只能解除凍結符始狀態 不是所有的 譬如說風化啊什麼之類的 風化還是什麼 電擊它沒辦法解 但它可以轉目光暗 所以 假設你手銷競銷目光暗的時候 我覺得會蠻好用的 齁 那配恩利兒的話 技能到時候再跟各位來做分析 OK 不用複製 最後 呃 換藥金輪蝗蟲齁 那它是 光屬性的龍 那 著重技能浮雲金龍CD7 一回合內電擊敵方全體 使 使其受影響的目標 無法行動 所以它是有空場的喔 再來 延遲轉出12秒 最後 都對我當中只有龍主成員死者 延遲25秒轉出 你看喔 它又 呃 電擊敵人 無法行動 又25秒轉出 我認為它是一個就是擺明就是解盾 解什麼盾 解 什麼G8盾都可以 就算只有12秒 我覺得還是蠻好用的 齁 那主要還是放在龍裡面啦 因為如果你只有12秒的延遲轉出 可能 搞不好我放趙雲會比較好 但它可以控場 這一點是它的優勢在 CD7而已 CD7短CD控場又有延遲轉出 所以基本上 呃 電擊的話 我自己看應該是不會轉換屬性吧 我認為是這樣 到時候實測給大家看啦 不過控場跟延遲轉出這一點是它的優勢在 所以這算是比較特殊的一張卡牌 用在看是關卡 呃我需要延遲轉出的時候來做運用 或者我需要 控場之類的 齁 所以並 它因為它增傷並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增傷的 所以它效益是在控場跟延遲轉出 所以這張卡牌我認為 也不需要 複製 也不需要複製一張就好了 OK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呃 搖國三組的目前所知道的 呃 新卡的一些資訊公開大家參考 那如果其 其他一些配法或配置 就也不錯的話 歡迎留言下方來告訴我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的話請記得 請記得訂閱 按讚 隨時可以收到白癡 第一手的金屁粉絲小圈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嘟